你为了那点钱 美金二十万 动摇了 我告诉你 创业寿我一定会去的 而且我一定会拿到投资 不信 咱们就走着瞧 你 佳瑟 佳瑟 过来呀 走 佳瑟 这个 就是你爸脑脑里那个小谈片 你这个左脑脑圆 就差十三毫米 他就自责觉得自己无能 倾家荡产地救了陆飞 可是自己儿子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就无能为你 无论如何 可以让他做手术 大鹏啊 你的命 是我给你的 你说你 你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我的命 也就没了 好 我做手术 我来通知方欣然一件事 展昭 会参加那个创业兽 我替他来报名 二十万哪 美金 你去 让我看看你具不具备这个实力 反正我会竭尽全力 一定要拿到那二十万奖金 美金 对 美金 他是房主 那他肯定不可能搬走了 人家自己的房子 怎么可能搬走啊 那我怎么办啊 那他不搬走 我搬走 我搬走 大姨妈乖乖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我就在楼下 你怎么上我那儿去了 我不在家 您不在家呀 我怎么能知道你要到我这儿来 我给您打了那么多电话 您都没接呀 我在海南呢 您在海南 我同事在这儿买了房子 完了我们一起过来潇洒潇洒 我跟你说这儿的大海呀 这儿的阳光太漂亮了 我说你 这么忙怎么欢想起我来了 你去的小卖网多忙啊 怎么欢想起给我打电话呀 我不就是看您在老年大学 跟那个展老师挺傲的吗 所以就 行了行了 你别提那老头的行不行 行行 不提不提不提 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想在这儿多栽几天 这儿太舒服了 我得对得起我这往返的机票啊 那您好好潇洒吧 对了 你不是有钥匙吗 你自己先上去吧 我钥匙落您那儿了 你说你这孩子 行吧行吧 我没事 我们再见 这车开哪儿去了呢 这车开哪儿去了呢 怎么着 你 你先来 长辈先来 晚辈也可以先来 起码的规矩咱是要讲的 您不动筷子 谁能动筷子 规矩是可以改的 你可以先动筷子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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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家前一百多岁的人了 真是没见过师妹 考虑一下宝宝的感受行吗 让我来先替你们尝一下 你 有那么好吃吗 有点过了 太好吃了 真太好吃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错过这一锅尖包 就是错过了深层的金丘 你 你别错过 你来 上升高度了 那行 我先吃个金丘 好 我也来个金丘 尝尝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面上我硬碗吃 馅的比例呢 还差点 那这玩意儿 让你到外面花钱吃去 你吃吗 花钱啊 别闹了 花钱我买更好的去 掏钱都不给你们吃 饿死你 我自己都想 不好吃就别吃 扔了不算浪费 我自己种的金丰 就要自己硬着头皮要吃完 这叫做节操 好 行 第一次做就不错了 现在 继续努力 儿子 我看好你哟 车能开哪儿去啊 老司机还能迷路啊 怎么不接电话呢 怎么不接电话呢 喂 您好 大花搬家公司吗 我在你们这儿今天 让他们搬家来着 然后那个车呢 都已经两个小时了 还没给我送到地方 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我一会儿把那个单号 跟车牌号发给你 喂 什么 车不是你们公司的 电话号码也不对 不可能啊 那就是你们的 你们不是骗子公司吧 我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们的啊 我告诉你们麻烦大了啊 这位就是大花搬家公司的副总 我就是在你们的宣传页上 看到的电话 不可能吧 宣传页 我们从来都没印过啊 怎么可能啊 你看看 我有呢 你看 听听 这就在我们单元底下 就看到了你们的宣传页 你看上面 这标志是你们大花公司的吧 没错吧 你看 标志是我们公司的 可这电话也太假了吧 我们深圳明天区 所有的电话都是八四开头 八四 这真是八 八六开头的 小姑娘 你不会是遇到山寨的搬家公司了 那我 那我东西怎么的全部家当就没了 我们会帮你找找这辆车 但是以后你得多长个心眼啊 看你也不像是没见过世面 怎么能上这档呢 警察同志 你考虑过我的心情吗 还说我缺心眼 我可没这么说啊 行了 你们俩赶紧在我们这记录表上添一下 然后就可以走人了 能找到吗 星天 单位 单位别空着啊 能找着吗 传媒公司 太阳传媒 深圳那节目是你们公司的吧 那节目早黄了 你踏天的是假单位 你那才是假单位呢 警察同志 这女孩有问题 一定是对手公司派来坑我们的 不是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警察同志 恳请你一定要吃茶 为我们做主 这 这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喂 喂 我是展大鹏啊 展大鹏 我们是早营派出所的 请问你认识一个叫唱歌的人吗 我认识啊 怎么了 他说你是他公司领导 是吗 不是吗 这么说他说的是假话 不不不 算是 他在你们那儿是吧 对 这样啊 我马上赶到你们那儿 好 尽快 继续啊 继续啊 爸 同志啊 我找一个叫唱歌的小姑娘 你是展大鹏吗 是是是 你给唱歌的 杨特 你怎么回事 怎么让人抓起来的呢 我不是让人抓起来 我是让人给骗了 现在骗得太可恶了 是他吗 不是我 我也是受害者 他也就是看我让他白跑了一趟 心里不爽 故意找川 你怎么回事 金沙同志 我呢是太阳文化的制片人 展大鹏 年前不是出了一个 公安劳门杨亮吗 对啊 我才放过他 再说了 咱们秦所长我认识 你要不要给秦所长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不用了 其实啊 都是误会 我们也就是想瞧解 那辆冒牌的搬家车呢 我们会查 如果有消息的话 会及时通知你 谢谢 好 这位同志 如果我的员工对您 或者对您的公司 有什么冒犯的话 我替他向您赔礼道歉 这还差不多 如果没有 那您就是吃饱了撑 走吧 展嫂 谢谢你照着我 还认识所长 面太大了 其实我不认识 我只是听说 我讹他 我去 你们城里人套路就是深 你也是 单位干嘛写太阳文化呢 你直接写小麦网不就完了吗 我不是顺着潜意识 就那么一笔写下来了吗 还潜意识 你住得好好的干嘛搬家啊 你搬回家住了 就我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 关键是旁边那个房主回来了 神神兜兜一个贵叔叔 店店 哎呦别提多吓人了 我可受不了那刺激 那你搬哪儿去啊 你姨妈哪儿啊 我倒是想啊 我姨妈抱团出去旅游了 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 我就尴尬了 你也是 毛毛躁躁的 东西全没了吧 幸好啊 电脑钱包卡什么值钱的 都在呢 不过我那钱包 对不对我有差不了多少 那 那个山寨搬家公司的车牌 你记住了吗 记了 检查叔叔说了 跟没记一样 那车很有可能是套牌车 行吧 先暂时给你找个地方 住下来吧 等你姨妈回来 你记住啊 河水喝矿泉水 那儿有壶 自个儿烧开了喝 毛巾用这个新的 酒店的毛巾不干净 我走了以后 就把门关上 那不是有个瓶吗 你给它插上 你记不记得 法制栏目有一个女孩 就是因为没关好门 半夜有个陌生人来敲门 结果呢 我这是吓唬你的 这个酒店是安全的 杰瑟 我是不是很笨了 你才发现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的书没了 我的衣服也没了 行了 你也别难过了 你不还在吗 这不就完了吗 我的日记也没了 我跟我爸妈的和影也没了 幸亏我有分配的爱好 不然 不然我爸妈就真的没了 还好 还好 这不还有一样东西在吗 身手这么大 为什么偏偏就扣我呀 我也没钱呀 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呀 我怎么就不扣别人呢 谁让你傻呢 我以为 我以为我傻的没那么明显呢 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你看你那个脸 那我刚刚盛了 还不过フォ议 纸巾鸣 我试나 我刚才买了一包纸巾 对不管这 哎呦我这个脑子 来来来 躺住吧 我恨我自己 太激人了 我的东西 来来来 你让我 B 在什么 门链挂好了没有 锁好了 放心吧 你要是睡不着呢 你就属狼 不是属羊吗 属狼睡得快 属羊睡得慢 你这又是什么原理啊 你好 你梁太太对象已经睡着 现在是自动回复 大叔 你这个骗子 谁都有走眼的时候 被骗子打搞是最恶心的一种种种 我用不着你来施舍我 放心 我不会被打败的 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经过这些天的努力 我终于成功挽回了马晓薇 她还是会来上我们 第一期的创业寿 方姐太厉害了 谁都知道 那女孩是公认得很难搞的 本来早就可以搞定的 要不是某些人 出了某些差错的话 不好意思啊 方总提的那个某些人就是我 方总之所以不说出我的名字 就是为了保护我的自尊心 谢谢方总 能自己说出来 说明你很有勇气 我还很有骨气 我以后会表现得更好的 方姐今天破例来让你参加联席会议 还不快谢谢方姐 不必了 我们说正事吧 大家看啊 这是第一季 经过导师推荐网友投票 还选出来的前十位的人气选手 马上就要录节目了 每个选手都要派VCR 我来分配一下 周亮 周亮 你主要负责马晓薇 好 小张 你们两个负责二三号选手 一梦 你们三个负责四五六号选手 海燕 你们三个负责七八九号选手 最后一位十号选手 展昭 没问题吧 唱歌 当然没问题 我想去 嗯 行吗 VCR要我哥哥帮你拍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你帮助啊 惊艳啊 你没拍过哥拍过啊 谢谢啊 我在电视台做实习的时候 恰好做过VCR的导演 网上都能搜到我的作品 后几个呢 来 我搜给你看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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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R VCR 我会把你拍成电影大片的 会听 当时我画好眉毛 然后把这个皮肤画得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然后跟橘子皮一样 一捏 挤出水来 差不多了 够帅的了 你再画你成个小白脸了 你烦不烦 就是 太帅了有种靠脸吃饭的感觉 你是创业兽 不是小贤重 你给我闭嘴 撤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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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闲人赶紧给我赶出去 也严重影响我的出境心情 你猜邪人呢 我是合伙人 其实现在比较邪 唱歌 不对 唱哪儿 我作为展家包的副CEO和合伙人 我是不是应该也在VCR里说了解 行 一会给他也办上啊 好 我给你十秒钟时间 十五秒 不能再少了 成交 叶 叶 叶 没什么呀 倒是也是给你剪掉 凭什么呀 因为你给我们团队掉粉啊 那不一定 你怎么知道投资人和观众里面 没人喜欢我这一块 你一会儿把那个想说的话都写下来 我得过目的啊 好好好 我现在去起来 白了他 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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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一会儿我们这第一镜是这样的 一会儿我们是 导演 你咱这导演干什么 还不适应呢 你什么 畅导 展颜 怎么着 你看是我 我是不是你也得伤交 展颜 您这一期啊 这神明叛杀不能接 不是 她要是第一次不成功的话 那我这神明叛杀就戒不开了 不带这么诅咒我的 我必出师大姐满载而归 放心吧 展颜 等下一期啊 一定让您的神明叛唰就戒开了 陈主纪 行行行 到时候也用这话能试啊 你给我画吧 你这画白点没事 我这不怕吗 不怕小白脸 没问题 畅导 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吗 就是光说不定 难道 不拍下我的手艺绝活吗 什么意思啊 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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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不成熟的小意见 能不能把机位放到这边 为什么 你看这后面背景多好看呀 这样的话你再看看构图 完美 你是导演 我是导演 相信我吧 你忘了我在美国是学什么的 这个我在行 我就不跟你讲那个 九宫阁构图法 黄金风格点这些了 你说就在那儿拍 还能带点小丝光 有梦幻般的感觉 特棒 行行 不够 我有个挑战啊 拍完这个 还得爱我这次再拍一点 好 快点 到时候你看吧 你拍完了之后 你就根本不用再拍了 看着啊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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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来了 你妈呀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是 我们拍VCR啊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那我看看 VCR有这么拍的吗 还行啊 什么叫还行啊 你要这么拍 方欣然肯定跟你们比 谁摆的机位啊 小丝光 往下踢 小丝光 往下踢 小丝光 往下踢 来 开始 创业兽上了之后 我们趁热再上个大电影 把影响力搞得更大一些 电影 我可没想过 只要它是好节目就足够了 好平台成就好作者 好作者成就好节目 好节目推动平台更好的发展 这是最优质的循环 小卖网是好平台吗 昨天C论融资 天朔资本跟我们签了八千万的合同 如果这样的小卖网 还算不上好平台 那可就真没有什么好平台了 怎么了 有人在偷拍我 还在拍吗 放心 我帮你搞定 诶 秦燃 方 秦燃 你是在拍我吗 我喜欢你 那也不是理由 把照片删了 能合个影吗 我说了赶紧把照片删了 诶 你怎么这么凶啊 干嘛呀 不就是喜欢你吗 怎么就不能拍了 我拍过的名人多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能不能好好管管你们家孩子 你不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吗 我们孩子拍几张照片又怎么样了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偷拍我 已经严重侵犯到我了 你是公众人物吗 公众人物就是给人拍的 我在吃饭 这是我的私人生活 那你没东西挡牢 那没办法 真的 你 你真是疯掉了 真是的 你把手机还给我 你们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拍人家 这很不礼貌知道吗 你把手机还给我 走吧 我们回去吧 算了 不迟了 喂 你好 小姐 我是房产中介公司的 我不买房 诶 等等 我知道 你不是要租房子吗 我听说是说 你打电话过来说要租房子 我这边有一个特别合适的 价格也便宜 您要不要过来看看房 你是哪个房产中介啊 喜安家房产 哪个店啊 城光家园店 你工号多少 980 12027 呃 你们店长叫什么呀 李自纯呢 你知道我要什么房源吗 开间或者宜居 一位单身女性主 低端要好 价格3K类 对吧 你工号多少 980 12027 小姐 你什么又用我回来了 你说的那个房源在哪个小区啊 你好 您是来看房子的吗 我是小黄 你是哪个公司的 喜安家呀 你工号多少 980 12027 你好像特别喜欢问别人公号 对啊 我这个人很谨慎的 看出来了吧 我看看你工牌 可以啊 你看 黄碳我 公号是980 12027 没错吧 走吧 那您看房子 这儿怎么挺难找的 就是前面修路 咱们得稍微绕一绕啊 还得多远啊 快了快了 行没 再拐个弯就差不多到了 如果十分钟以后你给我打电话 那我不急就说明我出事了 就这儿啊 这个房间呢 是业主上半年刚装修的 看上去还挺清清干净的 这房子多少钱 一个月一千块 一二一付三 一千一个月 骗人了吧 我这儿还是独家代理的 我跟你说 你到其他地方 绝对找不到这房源 业主呢 这儿就想找一个单身的独居女孩住住 找个单身女孩住 大半夜不会把我给卖了吧 我能看看房本吗 能啊 我能见见房主本人吗 可以啊 你们面对面亲儿童全透明 姐 看不出你还挺谨慎的 那当然了 我怕被骗了呀 可以啊 能翻遍出骗子了 展萨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隔壁就是我爸爸的小院了 去吧 他把我从那个小学那点绕 让最后绕 让 让 让这儿后边来了 这全是展哥的姿势 玩得够深的 可以 警惕性挺高 那当然了 刚被骗 这不是还是被你们给算计了吗 你要觉得这儿合适呢 就住这儿 不合适呢 再到别地儿看 合适合适合适 谢谢展萨这么用心地帮我 不是我帮你 我这不成地主了吗 我得收租子呀 我也不是友情客串 费用呢展哥这边给了 既然你这么低调 那我就勉强同意了 我住这儿 唱歌 你真的还来啊 我都听说了 你说你搬个家 把所有家当都能丢了 这种没有含金量的当你都省 真不知道你说的是单纯呢 还是愚蠢 我告诉你 不要嘴闭上啊 我现在离得很近的 我想揍你分分钟的事 就你这点杀伤力 还没WiFi的新号穿头里抢呢 行行行行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只办点家具 好 反正跟我姨妈住在一起 也挺不方便的 我们俩都相互影响对方 我就是被她压迫着 跟她住在一起 天天盯着我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你小时候 我关照你少吗 我现在补过来 有时候肥料上多了 我们这些小花也受不了 唱歌来了好啊 你怕你那肥料分塌一半 都关心关心的 我这儿已经轻松轻松 你别跟我客气 肥料都是你的 我一点都不要 这两天我再陪你去趟医院 拍个片 看看还有什么变化 别别别别 你明儿就录像 你好好准备你的 我的事你甭管 又拍马蹄子上 准备得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 备得溜得很 备可不行啊 这玩意儿你得临场发挥 随机应变 来来来 把你准备的给我念了去 正好 展爷也听听 你要是准备不好 你看到时候 我不给你拍灯 得嘞 大家好 我叫展昭 今年二十二岁 是展家包餐饮品牌的创始人 停 怎么展呀 展有点不大妥吧 怎么不妥了 不是你是展家包的创始人 那我是谁啊 您是创始人 的爷爷呀 不是你要脸不要脸哪 我怎么不要脸啊 你是创始人的孙子 就你那两下子 还是我手把手交你的男子 那您的手艺 还是爷爷的爷爷交的呢 我现在说的是品牌创始人 展家包这个概念 就是从我这儿来的 我就是创始人 对吧 爸 你起个名那就是你 就是你就是创始人 那会儿我不起个名 对不对 那是汽车呢 那是汽车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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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玩意儿啊 至于吗 这不就是个演练吗 不是 这至于我 张老 张老 姑姑姑娘 你过来 你过来 她给起个牌 起个名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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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她要说的 他们 他们 非得把这些事都抖露出去啊 行行行行 我不说了啊 你看着 到时候我不给你们拍灯 你拍灯了 展萨 谢谢你们一家人 给了我一个落脚的店 送给你们 还是给我吧 我爸呀只会辣手摧花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说不要了吗 我找个酒瓶子撞起来 我还以为你不要了呢 诚哥 我正在演练 你看看 好啊 对了 你那儿有什么 小秘密啊 什么内幕啊 什么的 给我透露点 我这种级别的小兵 是不可能知道内幕的 不过我觉得 你应该多注意一下 那个马晓薇 他是这一季的种子选手 你的劲敌 对了 温迪最近联系你了吗 真断绝关系了 你说 你说乔安娜都走了这么久了 还被她误会着 不过我告诉你啊 温迪很有可能 坐在电视机前 看创业兽 你得好好表现啊 断断 断断 丫头 丫头 你让他等他等他 展爷 有事啊 我 我有个事问你啊 就是最近你姨妈干什么呢 怎么想起问她了 我不是在老年大学 教她们手艺吗 她好几堂课都没来了 我就怕她 是不是有什么病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你说我这个当老师的 怎么我也得关心关心她 是吧 真负责 她在海南呢 玩去了 不是 这人她玩的 她怎么跟我打招呼 请个家呀 这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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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不是 浪漫 展爷 你们两个不是在老年大学 杠上了吗 又 这这 我跟你说这杠主 主要是怨她 这玻璃心 当然了 我这人也是 有时候说话做事了 不招思溜了 所以呢 有时候说话呢 用词了上方便 有那么一点点过分 要是有那么一点吗 会怎么从我姨妈的口气上 说可控制那么一点啊 是 我 我现在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啊 其实呢 我说话我 我 我并没什么恶意 你知道 我有时候就跟她斗 她这人不识斗 我那翻脸了 所以她有时候 我跟你说 她那回我的话 都是挺动的 那我说的 一激我 我就 就把她这说话 就有那么一点点 就过分了 把她就长得自尊了 我看她还哭了 我看小孩就哭了 不跟你说了 斗爷 您是想跟我姨妈道歉是吧 道歉 你叫 没什么 反正就想说明说明啊 跟她说明 说明说明 那您自己跟她说吧 我一会儿去把电话给您 难道的不用 我这儿有电话 我要 我要说什么 说什么糊涂 你说 你说什么 斗爷 您是老革命了 肯定没问题 这事啊 还得靠您自己 放一起 不是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来来来往里边坐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那边也可以坐 那边也可以坐 下面有请创业寿主持人方欣然 欢迎收看大型娱乐类节目创业寿 我是主持人方欣然 欢迎收看大型娱乐类节目创业寿 今天是我们节目第一期开播的好日子 通过网络票选和导师们推荐出来的十位创业选手 一会儿将在这里向我们的最终大奖一百万美元的创业基金 发起第一轮的进攻 对 没错 节目尚未开始 大奖就已升级 目前由我们节目提供的创业基金已经高达百万美元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 我们的节目会在深城电视台和小卖网同步播出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五位创业导师 他们是行业的大佬 十分关注年轻人的成长 是年轻创业者的好朋友 现在有请五位导师闪亮登场 金元基金创始人 著名天使投资人徐大平先生 好朋友 少美资本董事长温良先生 温良 这 我知道 温迪的爸爸 你早知道了 谁给我儿子投入那么多钱啊 我肯定得吊成点 诚哥 诚哥 温良是导师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不告诉你 怕你紧张影响效果 你现在更让我知道了 我效果就能好了 我早知道就不来了 我 为什么不来啊 为什么不来啊 你紧张什么呀 我不紧张 我又没做错什么 这不就完了吗 一会儿大大大方方的上去 把你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重压之下 才能展示一个人的能力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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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就痛快 你还是不回事